郭文貴議員 多謝大家來到這場有關政府財政預算案 勞工及福利局的相關措施記者會 我先請四位拿著預算案給大家拍照 雖然大家都認識 我也介紹一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在他的右邊就是我們的上任秘書長張瓶瑤女士 在局長的左邊是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 然後最遠方的那邊就是勞工處署長陳嘉遜先生 馬上拍照後 局長會和我們有一個PowerPoint 和大家簡介一些重點的 就是我們在福利範疇的措施 對手的措施 去向左邊 還有沒有中間還在拍照嗎 好 可以再再拍一張 謝謝大家 我將時間交給羅局長 好,謝謝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記者出代會 今天最主要是集中去講 在勞工福利的問題 當然 在一陣子的投影片裡 主要是跟福利有關 大家見到我們 我們在座都有勞工處長 所以就算一天待會 大家問的問題 如果跟勞工的問題有關 我們的處長都可以幫忙 這個投影片就講了 整體在社會福利經常開支的變化 最主要是提到 我們的福利經常開支預算 在未來這一年 是843億 相對收定元算 是增加了5.2% 而佔整體政府的經常開支 是19.1% 在這裡或者都 我知道有些記者 可能都會分析去年是多少 今年是多少 去年是19.6% 今年是19.1% 主要跌了的原因 是因為衛生的醫療開支 是增加得相當之快 所以大家加上100% 因為它增加的幅度比較高 所以其他的部分 特別是福利和教育都有輕微的調整 這個告訴大家 就是其中一個 在今次的財政預算反映 在未來一年 我們的安劳服務的增幅 如果用兩年去計算 就增加了45% 如果用未來這個財政年度的計算 就是增加了23% 這個平均每年 我們都在說 有超過20%的增幅 是相當之可觀的 在改善的安劳服務這裡 主要投影片就是 在我們縮委方面的增幅 在未來兩年 在今次的財政預算 的延遲裡頭都提到 預計會增加超過500個安劳服務 但除了這些資助的安劳服務 我們亦都在 大家會留意 在去年的施政報告都提到 我們會在未來五年 改善買位計劃 就會購買5000個甲一的縮委 簡單來說 每年就會購買1000個 以前我也有提過 1000個一年大約 就是等於規模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興建的資助安劳院 就是每年要建10間 相對的數目 就是在未來的五年 是等於50間的資助院 那個規模 所以那個幅度是相當之大的 另外就是我們在社區照顧服務的部分 在未來的財政年度裡頭 其中有兩個大的增幅 一個就是在改善家居和社區照顧服務 裡頭是增加2000個名額 而額外的開支就是 是一億九千多萬的 如果是相對現在的家居照顧服務 大家可能會聽過 我們的家居照顧服務 是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我們叫改善家居服務 而另一種就是綜合家居服務 在綜合家居服務裡頭 有部份是一些我們叫體藥的長者 如果我們說全部給體藥的長者 今時今日就是8300個 我們會增加2000個 所以比例的增幅都不小 是24%的 另外一部份就是我們用這個 我們叫社區照顧券 社區照顧券就會 由現在的6000 就會增加到1000 大家都可以有數一計 由6000增加到7000 即是大約增加到16.7% 另外就是一些我們叫做 暫托的服務 實際上大家可能都經常聽到 是一些護老者 我們怎樣給他們支援 其中一個重要的提供 就是一些暫托住宿的服務 現時我們指定的暫托住宿服務 是只有55個 我們現在 在未來 是會多購買250個宿位 是做這個住宿暫托的服務 由55個 再增加250個 大家都知道是多了 即是多少百個百分比 另外就是 在我們的所謂日間照顧服務 在施政報告就提到一個方向 我們大致上 在過往幾個月開始 有一些籌備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定立到一個目標 就是在符合資格的 私營和自負營規的安老院 去成立新的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我們希望在來年 現在能夠提供 一百二十個長者日間護理的名額 另外在第二點大家看到 就是在未來 新設的 散布在不同的地區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或者單位 也會額外增加三百個名額 所以整體來說 在現在大約三千二百個 我們會增加四百二十個 大約增幅是百分之十三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社會保障裡頭的多項 包括在中援 長者生活津貼 我們俗稱的 生果金即是俊綜中設 我們接下來的開支 預算是四百一十八億 都是給長者的 如果比較在一二一三年 那個增幅 就已經超過百分之百 一百三十個百分之百 這個在來年 會反映在我們的財政預算 亦都是我們會將這個 長者生活津貼 是會擴展到去廣東和福建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希望 在明年的年初 亦都是在這個財政年度的 後半節 是可以推出的 當它是全年去計算 那個額外開支大約是七億 另外在今次 接下來的財政預算裡頭 其中一個大的增幅 相對過往來說 今年來說是比較大的增幅 就是關於幼兒照顧的服務 在財政預算裡也有提到 就是 演詞也有提到 就是增幅是一億五千六百五萬 包括了些甚麼呢 包括了提高它那個 中心的資助水平 那個目標是去減低 那個家長的負擔 第二方面重要 就是去改善那個人手比例 我詳細再不重複了 以前這個資料都公開過 怎樣去提升有關的人手比例 另外我們也會透過去規定 幼兒中心的規劃比率 那這個希望長遠來說 是能夠給我們 會多一些的數字 不好意思 這裡有個英文字 打錯了 那個英文叫planning ratio 多了Ration Ration Ration的字 是Ratio 打多了N 另外最後一個點 大家留意 在施政報告裡頭 我們有提到 是來年 我們會增加三百個 資助獨立的中心的名額 但是現在我們 在我們的規劃裡頭 我們都已經可以 在二零二零二至二一年 元朗都會再多多一百個 在未來 大約是四月加上四百個 增幅是相當高的 在鄰舍支援優兒照顧計劃裡頭 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就提過一個方向 我們會檢視怎樣去增加 和加強這些鄰舍支援優兒照顧服務 當然是包括了加強社區保母的訓練 和服務的質素 現在在今次的財政預算裡頭 我們就清楚地去計算 這些調整和改善的服務 所涉及的人手和資源是多少 詳細我不在這裏說了 最重要是大家看到 那個額外的開支 在這些鄰舍支援優兒照顧計劃 雖然在沒有增加那個數目的前提之下 單是改善的人手編制和服務的加強 那個額外的開支是五千二百萬 另外大家都知識 這個就是在學前單位裡頭提供一些社工的服務 我們事實上在今年的二月 就是剛剛這個月初 已經開始了第一個階段 目標是分階段 是給七百多間受資助的幼兒中心 幼稚園或者幼稚園企幼兒中心 就給大約是十五萬名的學前兒童提供一些社工的服務 當然當我們幫那些學前兒童 很多時候都會適合到家庭 也都會提供多一些支援 那整個先度計劃的撥款是九億八千九百萬 如果我們是用一個全年的計算 就是去到第三年 因為我們分三個階段 到第三年就會全面去為那七百多間提供服務 大約是超過四億一年的開支 九億八千九百萬是三年的開支 關於離家庭的子女的支援 如果大家過往有跟開社會福利的政策討論 以前有一些我們叫探視的中心 即是給離家庭的探視中心 但我們聽了很多意見之後 就知道很多我們應該將這些探視中心 更加進一步將它的服務加強 就變成一個我們叫共享親職的支援中心 那希望是能夠提供到一站式的 這些我們叫共享親職 當然是說很多是給一些離異的家庭 給到那個子女的支援 那會在港九新界 就會成立五個這些中心 那麼每年的額外經常的撥款 是六千九百五十萬的 另外一個都廣泛關注 就是在我們的中學裡頭 我們提供的社工的服務 就由現在每校 一點二個社工就會增加到兩位的 就是最重要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就是在過往年幾的時候 我們是特別關注到我們的學童自殺的問題 那麼我們去年的時候 也都將有關一個跨部門的檢視 過往的工作的小組報告交給特首 那麼所以之後其中一個跟進的工作 就是怎樣去改善有關的支援服務 那麼所以我們是覺得是需要是能夠提供 是能夠提供 加強我們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是能夠及早識別 還有去提供協助給這些學生的 那麼所以就會增加 如果我們說 有四百六十幾間的中學會受惠 那麼大約要聘請 由一點二名去到兩名 就是每校一點二去到兩名的 所以就會包括三百七十個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而平均來說 是八個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就是一個督道的同事 那是一個社會工作主任 那麼就涉及了四十六個 全部是說的是四百一十個的 多些的 那麼全年的開支是三億一千… 三點一三二億 就是三億一千三百二十萬 學前的兒童的康復服務 都是在這屆政府裡頭 我們覺得是要大力去推展的 而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 就是到校學前的康復服務 那麼大家聽業界 通常叫做OPRS簡稱 就是一些到校的支援的服務 那麼那個名額就已經是在去年的十月 就已經加到去五千 由三千去到五千 就是多二千 就是多了三分二 我們叫做 然後再在接下來這一年 這個財政年度 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學年 就會是增加到七千 就是再加多二千下去的 我們同時會計劃 除了這個道校 這個學前的康復服務 其他的服務 我們都會增加 給一些我們叫做學前的服務 這個當然是包括了那些 早期訓練中心 和一些特殊的兒童的中心 那麼這個圖表呢 就是講那個的增幅 最高的就是剛才講的那三千 實在現在已經做超過五千 五千一百八十七 就將會增加到七千 跟著那個就是早期教育 和訓練中心的 那麼那個增幅都是有 就是在1718年的三千四百五十四 在接下來這一年呢 是去到三千七百六十八 是加三百一十四個位的 那麼橙色那個就是特殊幼兒中心 增加了大約是三百幾 幼兒園和幼兒中心的兼修的計劃 就是兼修都是講一些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兼修的計劃 暫時就在未來 在今年和未來一年 是暫時沒有變化的 那麼因為實際上 那個的道校學前康復服務 是同意在一個模式上是不同 但是那個都是 是給一些在一般的幼兒園 或者幼兒中心 裏頭裏有些特殊的 較需要的小朋友 所以那個有小功能上 是有些重疊的 那麼所以在過往 在今年和明年 是沒有打算增加 是透過這個學前兒童康復計劃 的服務來提供額外的支援的 另外在財政預算都有提到 那個名額在這個日間訓練 和職業康復的增加 現在整體在各類的日間訓練 和職業康復住宿 照顧服務等等 就將會由3萬370 就會增加到3萬5千447個 所以在未來這五年的增幅 大約17% 這個圖表就是講 未來每一年已經在我們的 即是已經預備好 陸續會在未來這幾年 我們希望是能夠 可以達標做得到那個數目 那麼大家會看到 橙色那個 就由12500去到15171 那個增幅是有成二千幾個位 而藍色那部分 就是在日間的服務 那日間就由17800 就會增加到20276 那個增幅都是相約的 即是說在住宿的服務 和在日間訓練的服務來講 那個增幅大致上都是相約的 說的是二千幾個位 在社區支援的服務裡頭 就包括了幾個項目的增幅 都是相當之大的 在殘疾人士的地區支援中心 自從我們在2010年開始 這個服務呢 到現在都是16間的 我們會在這個財政年度 以及一直到2021至2022年 逐步由16間就會增加到21間 即是說頭過八年 但是我們都維持在這個16間的水平 到現在將會在未來幾年 增加到21間 自閉症人士的支援中心 目標就增加到3間 不過我們加碼就去到5間 家長和親屬支援中心就是6間 在過往這十幾二十年 就沒有什麼增加的 我在記憶之中 在過往這十年 增加過1間 現在會在未來這幾年 我們會由6間增加到19間 簡單來說 希望每一區都有一間 當然有一間是一些特別的 需要的中心 不過我們希望大家知道 在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友誼 或者特別一些我們的兒童 如果它還是一個少數族裔的話 它面對那個適應是更加困難 就是它除了一個我們簡直 因為除了是SEM 但是它還有一個EAM的話 那個困難更加大 所以我們覺得 在我們的未來增加的 去到19間的家長 或者親屬支援中心裏 我們會在全港找五間 在五大區裏 都會有個特別的單位 是照顧那些既是有一些 特殊的教育需要的小孩 也都是本身是少數族裔 我們希望能夠推薦到 幫到這些的 如果我們用英文來講 叫Double Jeopardy 因為它那個種族 還有它那個教育需要的關係 這個都是我們希望 在未來這幾年 是陸續去成立的 這個圖表 是將剛才的數字文字 就變成了一個圖表 給大家去看 就說我們在這三大類的 社區支援的服務 在未來幾年的增幅目標 特別是在家長和親屬的支援方面 我們覺得是需要大力去加強 還有去增加遍佈香港 各區的一些單位 到戶的家居照顧服務 這裡說的是對於一些殘疾人士 的到戶的家居照顧的服務 我們已經可以在未來 預計是可以騰出 1500個這些的家居照顧服務 或者我們叫綜合支援服務的名額 是給住在社區的殘疾人士 我們也都會在2019至2020年 會增設一隊300個支援隊 是給300個個案的嚴重殘疾人士的家居照顧服務 這個服務都是近年才開展的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 是給這些特別嚴重人士的家居照顧服務 這個圖表就是把剛才說的數字 透過一個圖表來反映 特別我們最重要大家看到 就是那個黃色或橙黃色那個 就是講那些私營殘疾人士院 射那些專業外展服務的試驗的計劃 我們希望能夠服務到的數目 而大家看到其中最低的部分 就是嚴重殘疾人士的家居照顧服務 由3250個增加到3550個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雖然我們的數目暫時都是維持 全香港大約是24間的我們叫做綜合社區中心 但是我們在過往的幾年 和在未來的財政年度 是會繼續增加那個人手的 而其中我們希望在未來的這一年能夠做到 就是將這個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對象 是給精神健康需要的中學生 那這裡就是反映那個資源 即是那些增加人手 一些治療人員 一些社工 是在由1718年的3100萬 將會在未來的財政年度 增加到42700萬 那個增幅是9600萬 那個增幅都是相當之大的 差不多接近是30%的增幅 這個亦都在昨天在財政預算講過之後 我想坊間很多朋友都關注的問題 這裡我會用多一點時間去解釋 講解這個有關購買物業去凝辦社福設施 這個構思和將來改革的安排 在財政預算裡頭大家聽到 就是會撥款200億去推出這個措施 大家會聽到一個數字就是 我們會買大約60組的物業 超過130項的社福設施 我用小小機會講講 因為我們將來跟大家去溝通 我們都會集中去講 即是我們會做多少項的社福設施 就不是講買多少個物業的了 不過當時我們去講60個物業 初步的那個想法 希望這裡都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希望當我們去購買這些設施的地點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一些雖然是不同的社福設施 如果它可以放在同一個地點 或者是就近的話 它會有一些協同的效應 我舉兩個的例子 大家或者會容易明白 我們為什麼去構思 去買的地方都會想 是用一組組的形式去看一些細福設施呢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覺得譬如我們能夠做到一些跨代 包括譬如說 我們有一些輪舍掌制中心 和附近或者在隔離 是有一個幼兒中心的話 那有一個跨代共融的 將來的發展 是會更加容易的 所以雖然是兩個單位 但是可能會是一組同一組的物業去買的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 我們會在未來有六間 就變成十九間的家長 或者是親屬的資源中心 這些資源中心 大部分都是家長的 但是如果在隔離 我們有一間日間的活動中心 是給殘製人士 那些家長大了之後 譬如去過日間中心的殘製人士 就繼續接受服務 如果家長又可以去隔離的一個資源中心 我們覺得就相得益障 所以也會出現這些 我們擺在一起的不同的服務單位 不過當然這個是在我們初步構思 如果能夠做得到 我們就盡量去做的 但是那個實際上最重要 我們現在初步去看 我們有需要盡快在未來一兩三年 如果能夠提供到的社福設施 能夠提供到就最好了 那這裏就涉及大約超過一百三十項 那這個裏頭剛才我講了一些例子 日間幼兒中心 長者輪遂中心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剛才說的那個名額的增加 服務隊裡頭包括人手 現在他們本身 是我們沒有特別安排一些地方 給他們去做的 實際上他們自己都要找辦法去解決 他那個處所的問題 當然有時候就在外面租 但是我們希望 因為這個服務 在去年的十月已經行常化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給一個長久服務的場所 給他們去所謂辦公 主要是一個辦公室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剛才有講過增幅我們那方面 家長的資源中心 由六個變成十九個 我們需要額外的十三個 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等等 我們希望可以買到大約一百三十幾個設施 有很多朋友已經問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著去買 那為什麼不會租呢 事實就是剛才我都說了 有一些我基本上現在是租 將來來說 在很多場合在過往討論 我們去發展一些服務 其中一個困難的地方就是地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一定是多管制下 包括了政府自己去建 或者在賣地的條款裏頭 去要求一些發展商 他賣的那塊地 就麻煩你起碼有關的設施 現在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盡快去做 就算是政府去建 可能是八至十一年 甚至是一些私人發展 都可能要六年至八年才完成 所以如果真的 這些都叫做中長期可以幫到我們的東西 但是如果要短期去找到一些地方的話 就是最快的方法都是去賣或者租的 但是租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在這個投影片的第三和第二、第三 都是在說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缺乏的地方 很多時候已經是一些容易發展的地方 人口固然藏默 再找地方去建就建不了了 而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雖然有租的話 我們實際上都是希望能夠提供到 永久一點的一個處所給他們 因為大家都知道 去做這些服務單位是需要做裝修的 但是去租的話 那個裝修究竟可以用得多少年 大家知道會有一個不肯定的因素 還有對於很多我們的基層 特別有很多有特別需要的組群來說 一個穩定的場所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用一個購買的方法 就會較為是用一些短暫的租約 去租地方是較為優勝 但是我們不排除我們有需要是會去租的 不過租大家知道在我們的財務安排 和購買是兩件事來的 租就是在我們的經常性的開支裡投出的 所以今天我們都預約了有關的資源去提供一些租的 但是因為購買就成為一些所謂資本的支出 所以那個的形式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是其中最重要的考慮 大家也都會關心究竟我們買 一百三十多項的社福設施 會對市場有多少的影響 第一就是我們的計劃是打算分三年去做的 而我們也都是在心目中數出來 我們覺得是有急設性 優先去考慮去盡快去找地方的一些設施 都是分佈在全港十八區 簡單來說十八區都有的 總面積大約是說 如果你去看我們去做的就是三萬 就是我們在說的平方米 四萬平方米接近 如果佔現在整體 我們考慮去買那些非住宅的物業 包括了商下、商場 甚至是可能是一些辦公室或者是活化工廈 整體我們現在買的大約四萬平方米 只是佔這個總存量的0.1%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相信那個影響是非常之小的 不過雖然是這樣說 我們都是要去密切留意那個物業市場的變化 然後去盡量去減低我們這個所謂政府的行為 是會影響那個市場的 這個一定我們作為去執行的時候 這個都會去留意的 但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不希望因為我們去購買一些物業 提供一些社會上的組群的需要的東西 是影響了當區的區民 所以我們那個基本的原則 是在不影響現時提供給市民 基本生活需要的設施買下來 我們是要盡量去避免的 要不影響這個情況之下去購買這些場所 第二就是我們也都不會去 在這個階段我們也不會去 在這個階段我們也不會去考慮 去購買安老軟舍 或者是殘製人士軟舍的 因為第一就是通常這些軟舍所佔的 流面面積是比較大的 通常我們說的是 二萬多平方呎 即是二千多平方米以上 但與此同時因為這些這麼大 一塊面積的供應量是不高的 去買對市場的影響可能會大 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這些安老軟或者殘製人士的軟舍 在今時今日的建築條例的技術要求 特別包括佈局 譬如那些間房那些 在通風和採綱上的要求 就是一般我們在物色中的商業樓宇和等等 都是不適合去做那件事的 簡單來說在技術上是有一些不能夠超越的困難 去買這些東西的 所以在種種考慮 我們暫時不會考慮去買一些安老軟 或者是殘製人士的軟舍的 我們會繼續在我們現時 政府在我們的發展的項目裡頭 盡量將這些社福設施 在一些所謂特別的目的特建的軟舍裡頭 這個程序也是大家關心的 所以福利署和政府產業署就會負責去籌備 以及跟進整個程序和工作 我們將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成員會包括政府的部門去採購和審議有關這些項目 當然最重要是在開展的時候 亦都去制定採購那些策略 怎樣去看市場的情況 究竟我們怎樣去做 我們亦都會在這個小組 在初期的運作裡頭 亦都會去諮詢財經事務局 因為它是負責有關我們在採購的政策的 另外就是我們廉政公署是怎樣去確保 那個公帑是會妥善使用 以及符合一個我們基本的公平原則 這個亦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由於因為這個構築場所的福利設施 用途是200億 是會反映在2019至2020年度的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計劃裡頭 需要稍後 當我們過了那個 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有關的財政預算案 在過了財政預算案之後 我們就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去申請撥款 當然大家都知道 當我們要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去申請撥款之前 一般相關的政策 我們要去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 以及作出證詢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所以這兩個工作是一定要做 所以簡單來說通過了我們的財政預算之後 我們會盡快安排去我們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要去做出有關的交代 以及去諮詢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然後才去到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要得到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通過才能夠進行有關的工作 另外一部分比較簡單 就是通常都問當我們不斷增加社會福利服務的時候 除了地我們有沒有足夠的人手去處理 我們在社工人手 我們一向都有一個系統去搜集有關的資料 待會可以提供少許的信息給大家看 我們是關於其他的輔助醫療的人員 例如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亦都可以依靠一個我們有關 過往是由衛局統籌的人力規劃的工作 待會有些資料都會給大家 這個圖表告訴大家 在過往幾年社工人手的供應 如果說來年2019至2020年 大約是1646個 我們相信是有足夠的人手 除了解決它填補了一些人手的流失之外 我們額外增加在來年的社工的數目 都是很充分的供應 大家都知道在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的培訓 都是其中一個樽頸 因為這裡太多文字了 我不如跳到下面的圖片給大家看 這個就看到在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 我們為了方便給大家看 最底部份就是職業治療師的學士 我們在2016年開始有增加的 另外就是東華學院的治療學 主要是職業治療師的學士課程 而最明顯大家看到增加的部分 就是理工大學的職業治療師學士 在接下來的學年會增加多些學位 另外就是東華學院的治療學士 就是物理治療師的訓練課程 也是今年由剛剛開始的學年 會增加多50個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這些就是剛才說過 那些都是一些資助的額 但是另外我們還有一些 我們的訓練課程 是透過職業福利署的資源 去提供這些食事課程 這些食事課程 它有兩大好處 第一就是在剛才那些本科的訓練以外 額外再加一些食事課程 給一些其他科目的本科生畢業去修讀 時間是兩年 是比較密集的 透過兩年的食事訓練 是能夠提供到他們的專業要求 在過往來說 已經訓練了120個職業治療師 和160個物理治療師 這個工作 我們會在這個學年 接下來繼續增加供應 簡單來說 都是千方百計 用重方法 甚至用這些 我們叫做Master Program的訓練 來增加供應 這個就是從第一屆 和在接下來會開始收的第四屆 2019年開始的那裏 那裏加起來都有80個額外 再加起來之前 我們相信是能夠增加到的 另外在人手方面 特別在護理人手方面的增加 就是大家會聽過這個清行計劃 就是全名是青年護理服務啟行的計劃 事實上 我們希望在未來幾年 是會額外 能夠提供多1,200個的培訓名額 在2015年開始推出的時候 就收了1,018個 有314個已經是畢業的 另外還要提一提 就是我們希望會推出新一期的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英文叫Special Scheme 就是給非政府機構善用他們的地方 是能夠更加社區上需要的 社會福利的服務 我們已經在做第一期 我們希望在4月的時候 就推出第二期 希望特別是增加安努、康復、 兒童福利服務的設施 不過這些都可能 都是一些稍為長期 能夠增加供應的方法 另外在今次財政預算裏 新一些的一個項目 就是提供無線上網 即是WiFi的服務 在我們一些福利服務的單位 所以這個訴求在社會福利的機構 都說了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唯一在現有的 社會福利的服務單位 裡頭有無線上網 就是青少年綜合中心 我們希望在其他的 特別是我們的社會社群的服務 包括院舍、地區的服務單位 都會有這些 所以有1350個服務單位 都會在這個範圍之內 對於一些很基層的服務使用者來說 能夠可以有免費的WiFi服務 是可以令他不需要自己買一個 較為貴的一個上網的東西 對他來說可以省些錢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譬如大家可能留意到 譬如一些安老院能夠有這些 這些免費的無線上網 那些長者是可以將他和家人 更加聯繫在一起 不管他們在香港 或者外國都可以繼續聯繫 這個無線上網來說 對他們的生活的質素 是影響相當之大 這個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 大家看到那個就是一個資本開支 就是兩億五百萬 那個經常性的開支 會社會福利次序 在內部自然的調搏 是會應付日後的有關支出 我們希望今年第四季 就能夠推出這個項目 這個投影片大家都知道 我這裡不多說了 就是在財政預算裡頭 提到一些一次過的額外津貼 這裡我不再重複 我相信大家都相當熟悉的 給點時間去大家問問題 多謝局長詳細的介紹 我都會給大家半個小時 爭取時間提問 到時都說說你的機構 以及你是哪位 最後那位男士灰色衫 商台記者潘曉陽 想問局長買物業那裡 你剛才說會因應市場情況去買一些物業 現在市場情況就比較多變 怕不怕擔心申請完撥款時間太長 申請撥款來物業被人買了 還有怕不怕被人坐地起價呢 謝謝 謝謝 這個特別是那個程序我們是關心的 不過當然我們都會跟回 既由現在的產業處 在過往可能是幫政府去買 或者買一些程序 我們會跟回的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把整個 剛才我說的購買程序 例如工作小組 在工作小組以外 都還有一班專家 去幫我們去評估市場價值 這個當然有產業處 可能有地政處的同事 都可以幫我們一起去看 確保那個價格是合理 但是如果那個程序是太過長的話 可能就買不到的了 這個也是我們要關心的 因為如果那塊是一個適當方便 我們的服務使用者使用的地點來說 可能它本身都有個市場在那裡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都要去考慮那個運作 這個細節的運作就是 這個原則我們就寫了 剛才我也交代了那個運作的原則 但是這個程序怎樣去做得更加 既符合我們在政府的要求 我們的謹慎的原則 符合那些譬如在我們的申報的過程 審批的謹慎程度 但是也要照顧到那個 在市場上是能夠購買到那個靈活性的 前面這位藍色三位女士 計算每個物業就三億多 我想了解這六十個物業的數字 其實是怎樣定出來的 另外其實剛剛也提到 會分三連買六十個單位 那有沒有預計第一年會賣了多少個單位 還有選子會在哪裏呢 麻煩你 我簡單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 我希望大家都盡量集中去看 就是大約超過一百三十個的處所 如果理想能夠將一些相關有協同效應的 放在一起就放在一起 但是本身這些服務需求是我們叫急設的 所以到時候可能不是六十個都不定的 可能是一百三十個都不定的 所以就不要這樣除六十個 因為我們說的是超過一百三十個的一些的處所 那些處所當然大家要去看有些大有小的 有些是相當小的 有些是說百多平方米 就是千多呎 是去到一百萬平方呎 所以那個市場要看回 因為當然我們在初初去構思這個項目 是會看看現在的市場的情況 但是到立法會批到錢給我們 然後我們去做的時候 那個市場已經不是我們之前去看的那些 所以你問我去找哪裏實際上都沒有作用的了 因為雖然之前我們會做少少的調查 但是這個到…如果大家去想像 我們如果立法會在五月八日或五月九日 通過了我們的財政預算 我們可能最快去到福利事務委員會 都是會六月 最快就是六月底去到財務委員會 不過這個機會是很低的 因為還有很多排行隊 所以很難我們去… 當然我們在優次會去爭辯 盡量可以給予好些優次 但是如果不能夠在優會之前通過 就可能要復會 可能就成為十一月了 所以現在跟大家說 我們密識了甚麼地方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那些甚麼可能到那時候已經是沒有了 所以在每一次我們去找的時候 都會盡量看當時的市場 在不同…剛才說的在十八區 我們都會去找的 當然我們手上是一些特別缺乏的地方 我們盡量有優先次序 找到了到時候就去打架 打架的時候 除了提供的價錢給我們 我們剛才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 除了那個工作小組去密息審批之外 但還有一個專家小組幫我們去看那個價錢的問題 所以要到時看那個市場是怎樣 如果你說忽然間這個市場是升得很快 可能我們就要想一想 可能要走一走的時間 所以要看很多因素 所以就很難今天距離真的要去進行有關工作 我們要去捕捉一段時間去說得這麼實… 即是這麼具體 好,下一條 那邊先吧 那前面 啡色三個位女士 TVB 不好意思,你是曾善良 剛才局長你提到 這一刻去說的選址其實就沒什麼意思 但其實你剛才也有提到 是將那些130個項目 是會放在基本工程儲備金上 但有些議員 過往其實都有救病 你們將整個… 即是那些不同的工程 是捆綁式地去申請 我們想了解清楚 其實你會不會將個別的選址 向立法會交代 還是一次過你會拿完那二百億 然後就你們自己去決定去選哪些 然後到時未必會逐個逐個選址 向立法會講清楚這樣 我相信大家會明白 如果我們逐一個買一個地方 要先去福利事務委員會 跟著要去財委會 可能都要經過半年至九個月的時間 任何一塊合適的地都可能會… 市場消失了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程序 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希望盡量交代多些的資料 在通過了財政預算案 因為要由我們那個… 即是要撥過來這個特別的項目 要經過財委 讓財委去批那二百億 事實上到時 我想財委或者立法會議員 就會看我們那些… 譬如說剛才那些小組成員的組成 我們盡量要求提供多少 我們究竟需要什麼的設施等等 我們會盡量提供有關的資料給立法會的 但是去到買哪一個物業 譬如大家都會明白 如果那個物業本來只有1000呎 我相信都沒什麼理由 要回到立法會去通過 當然那個程序 亦都是我們要確保 剛才第一位同事所說的 它有足夠的靈活性 去應市場的情況 去作出那個決定 所以我們暫時還沒有打算 逐行去立法會 好 這邊 這位女士 你好 局長想問一下 其實雖然說未必有具體選址 但初步有沒有說見到哪些區 可能是某些社福設施比較短 或者服務比較需要大 你們有意放一些新的社福設施 還有第二條問題就是 其實這次都比較罕有 去動用工幣去買一些詩 或者去做社福設施 其實接下來 這個是一個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還是說日後 其實各方是有意把它 行常化化變成一個常態呢 謝謝 現在我們在想的地方 就是18區都有 我猜大家去聽很多 很多議員經常在我們很多的服務 比如安老服務 服康服務 特別是幼兒服務等等 全香港大部分地方都是缺乏的 所以分佈全港18區都有 所以沒有說哪個特別區 哪個區是特別多的 跟著那個問題 我已經馬上忘記了 不好意思 以後是嗎 以後 我們沒有任何長遠的計劃 因為 大家看到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安老服務的規劃 在2017年完成了有關那些 長遠規劃的工作 當我們去落實 譬如我們剛剛去年年底 就改了那個 我們的規劃標準和準則 我相信在日後的發展區 特別是新的發展區 甚至是新的屋村的興建 都會去參照有關那個準則 去建一些的設施 但是那些是很遠的東西 剛才說 我們有譬如我們在賣地條款 增加一些設施 相信都要六七年之後 才會建到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 在未來三年能夠做得到 就是這些一百三十幾個設施 希望可以在短期立即做到它 你說是不是很非常呢 我想我們覺得我們是有責任 在我們可以千方百計之下 想到可行 有應該去做的事情 就盡量去做 甚至剛才我說 大家關心究竟 為什麼不去租 就是租我們都會用的 所以租 買 蓋 或者叫人幫我們蓋 甚至剛才說 在非政府機構的土地 善用的土地去發展 多一些這些服務單位 我們都會去做 所以將來會是怎樣 我想當然 今天的需求是特別欣切的 所以將來會是怎樣 我就可能要留待下一屆政府 才去考慮這個問題 好 那邊是不是有英文問題想問 後面那位女士先 謝謝 謝謝 不是很大聲 換個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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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property prices suddenly rise sharply again.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many lawmakers have raised concern about collu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How would you address that concern? Firstly, we have... I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 I se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has the number. We should have been around 3,000-something service units under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o, addition 130-something is just a small portion of our existing service. So that is not a very drastic move, but we definitely need a lot of these new premises for providing services. We don't expect that it has a high impact on the market. becaus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130-plus service units. Likely, we'll be involving only around 60 sites. That is our estimation. And we will be doing it for three years. So each year, we are just buying 20 units. 20 units. If you think in terms of the last year transactions, of the type of premises we are thinking of, last year was around 8,000. And we are talking about 20 out of that 8,000. So that is a very small number. It will definitely not involve any ver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rket. But having said that, we'll still be carefully looking at the whole process and see whether we have any possible impact. We will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Well, no matter we are renting or we are buying things from the market, there's always a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ivate sector. We have rules, procurement policies governed by our Finance Services and Treasury Bureau, and also with rules governed by the ICAC in guiding our procurement policy. Our procurement policy also ha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WTO requirements. so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when we are acquiring these unit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e existing rules and the prudence that we are going to take, we ensure that there will be no sense of providing any quote-unquote benefits to the private sector. Government currently does possess some of the properties that's originally develop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You can find examples quite around ou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is actually in the private building, Wuzhong, you know that, okay? So somehow, we don't think that is a problem, that we have existing rules, existing procedures. But definitely we can improve on that to ensur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public.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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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是否很欣然呢? 其實我們也不會說的 不過你聽她昨天的答覆 你也覺得她挺欣然的 那邊有沒有問題? 好,舉手穿著啡色衣服的那位女士 局長,你好,立場新聞,梁凱晴 想問一問,首先就是200億賣物業那裡 其實有一些團體質疾而政府 本身可能都有些限制官地 甚至提議過用一些限制的校舍 去建造相關的服務設施 其實為什麼不用呢? 是否可以考慮這些選擇?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安勞縮委 和日間照顧服務名額那裡 其實目標都是說 兩年之內加500個縮委 和420多個日間照顧服務 其實對於現在幾千人在後緊 這個數字來說 其實是否太過杯水車身 太過沽寒呢?政府,麻煩你 我們是,大家要留意 我們有善用那些限制的校舍 我們亦都有些項目 當然,實際上它需要時間才能夠將校舍 變成一些社會服務的設施 中間是涉及一個較為長時間的地區的諮詢 和可行性研究、規劃等等的工作 如果我們能夠在政府的內部爭取到一些這樣的土地 或者是一些舊有的樓宇 不管是學校或是其他的東西 我們都會去爭取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那八個字而已 千方百計,轉土必爭 我們都會去,所以沒有說我們甚麼不做的 有些甚麼我們都會盡量去做的 剛才在安老服務那裏 大家可以看回那些投影片 安老服務的第二版 即是第四版 即投影片的第四版 提到那五百個安老縮位 大家要留意這不是財政司長有多少錢給我們的問題 如果財政司長說 我多給五千個住宿 宿位的資源給我們 我們在哪裏變成四千五百個出來呢 這五百個的宿位實際上是八年 甚至是十幾年前 已經說要建的安老縮位 在未來兩年是會出現的 我都提到我們在今個 未來這一年度 我們已經有超過十個地點去建安老縣 所以我們會千方百計 不斷去爭取地方去建安老縣 所以安老縣 今天我們去努力找的地方 不管是校舍其他的一個空地都好 去建地方是需要時間的 甚至剛才我提到 就算我們在賣地條款 希望發展商幫我們建 由我們去賣地 去到能夠提供服務 最快都要六年時間 所以那些今年財政預算所提供的資源 不是財政司長肯給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我們在過往 在發展這些服務 到今天可以落成提供服務的有多少 所以一點都不是官員 你再看到正正也是同一個問題 雖然在剛才說的二百億 我們沒有打算去買這些地方去建安老縣 但我們現成有很多的私營安老縣 有部份是符合我們甲一水平的安老縣 我們每年是會買多一千個位 每一千個位是等於我們建十間的安老縣 我們現在平均每一年完成起好的安老縣 是因為十年或十幾年前的努力 到今天有成果的安老縣 其實每一年大約是兩間至三間 所以不是正義民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去買位 實際上現在即時可以滿足到 我們甲一水平的安老縣 又符合我們所謂購買的原則來說 是未夠五千個位的 但我們的目標是在未來五年賣五千個位 其中的做法是希望能夠鼓勵到 透過我們其他的措施去協助這些私營安老縣 提升他們服務的質素 令到它去到一個水平 可以在未來幾年給我們買到位 這個是一個挺高挑戰的一個目標 但我們都要努力去做到希望 就是等於我剛才提到五千個的位 等於建多五十間的安老縣 如果我們是能夠去買位 已經達到這個目標 就比等剛才說最快的六年 最遲的開始八至十一年 這些等候去建好的時間 好 我們再回答最後三條 你們三位順著 局長你好 NowTV陳嘉峻 想問剛才你也說到 現在物色的地點都是分佈在全港十八區 但會不會說可能需要這些服務的市民 都可能是比較基層 可能會在屋邨上 但現在很多屋邨的商場其實都是屬於領展 就是會不會意味著政府其實都可能會購買領展的物業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都說到你們都很大機會是 去拿錢的時候 拿完二百億 然後再決定去買什麼地方 那其實是不是可能出現了一個情況 都未必可以很清楚地逐個交代到 即逐個地點交代到給立法會員聽 我究竟買什麼物業 或者會不會政府都不會解釋得太清楚 我逐個地點在哪裡 因為擔心可能外面市場會抬價這樣的情況 到時你們會怎樣爭取立法會員支持 以及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 財政司長在他的發言的時候都提到 很多我們人口密集的地方 亦都是我們服務需求很高的地方 我們再去找地方興建 基本上都是沒什麼機會 當然有部分可能要等他重建 不過大家也知道那個速度會是怎樣 所以我們在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 就是現在去想想 未來我們去滿足那個服務需求 實際上最快的方法都是買 如果你留意在過往來說 我們多少福利設施實際上是公共屋村的 反而在一些舊市區裡 反而這些服務設施是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在屋村裡買地方的機會很低 需要沒有那麼高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 在領錢買地方的可能性 我相信都接近零 但我們不排除任何一個可能性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服務的需求是否因切 所以我們排的優先次 就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第二就是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考慮原則 就是不能夠影響當地居民 他那個生活 基本生活需要的相關設施 就是如果我們去搶走他的設施 我們自己都過意不去 雖然是滿足了一些的需要 但是似乎又影響了另外一些的需要 所以在剛才有一個投影片上提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原則 而在領展的物業裡頭 是多少都是一些基本生活市民需要的東西 所以從那個原則的角度 我覺得那個機會是相當之低 我們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立法會 立法會 我都知道要去說服立法會議員 都是一個大的挑戰 既要去考慮到我們實際去推行的時候 有一定的靈活性 但是立法會議員又會要求一些盡量仔細的資料 我們會提供多些的資料 包括了我們初步去看那些優先次序 那些項目是甚麼 今天我們未能夠提供給大家的 但是我們希望去到立法會的時候 有一個更詳盡的資料給他 包括了在18區那些要的甚麼設施 18區都有的 不過可能要的設施 18區有少許不同的 那個優遲的關係 那這些資料我們都會盡量去提供給立法會議員 我相信立法會議員也都會 可能反映除了他關心到善用公帑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猜特別是地區的議員 都可能會反映地區需要也不一定 所以提供這些資料給立法會議員 我們也同時可以聽到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我們也盡量去吸納議員的意見 這樣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 講講機構 講講機構 經濟日報的 想問一下兩社工那裡 因為其實都有些服務提供的NGO都說 其實增加了一個人手給他們 但是其實他們可能都需要更多的後勤資源 例如一些社工做完事然後回去 他們都要接受培訓或者要開會等等 其實NGO的一些人手給他們 本身都不夠資源,不夠位置,或者是不夠大公室那些去做配合工作 可能都想知道政府有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會不會再增加資源給NGO去配合 現在要增加多一個人手,甚至兩個人手 在現時的服務裡,特別譬如有一些學校社工的服務單位,有很多種的 有一種的模式,我們叫做獨立的社工隊的模式去做 通常在我們現時的編制裡,如果它有這樣的服務 我們都會有那個世名表去講辦公室的需要 如果有額外的地方的需要,當然在我們現有的制度裡 我們會考慮怎樣去幫助這些機構 最後一條問題 是,另一的陳屬下,想問一下物業那裡 剛才就說會看那個急切性 你好像麥克風不著 我想問一下物業那裡,究竟你說是看那個急切性 究竟是看輪候時間,還是地區在重決服務去定? 還有,局方其實有一個清單,裡面各個單位 其實是否一個目標,要達到多少,即各個單位 其實要達到多少去做 還有,想問一下人手那裡,其實之前說要加位 那個策略及發展科,其實是否都會做這件事 還有,想問一下那個時間,是否最快四年 會有第一棟這些構置的物業會出來呢? 黃泯英議員 我先回頭,那後你提醒我吧 剛才我講了我們會,當然看幾時通過的財政預算 然後接著去福利事務委員會,跟著去財委 那些都是排隊的問題 我們不是100%去控制到時間 多少是多看立法會的程序安排 我們當然希望在明年的年初 2020年都已經可以開展到 我們最初希望今年年底 不過看剛才你聽我的數字的時間 似乎今年年底做到的機會都不高 當然如果今年年底可以做到 譬如說他在休會之前已經通過了我們在財委會 我們當然很高興可以在今年年底做 不過如果不行的話 要再復會 我相信一定要到2020年的年初才能做到 好了不如你再問回剛才的第一和第二條 第一是 其他我不是聽清楚 第一條是想問你說是視乎急設性 是視乎服務的輪候時間 越長的你先去做 還是那個地區根本沒有這個服務 或者比較少的去做 有些服務 事實上有很多因素一起去考慮 有些服務 我們事實上的短缺已經很長時間了 譬如一些長者輪世中心 有些基本上已經是有地方的 不過他可能只不過是我們的世名表所提供的地績 他只是得一半多些 已經是物質質得很厲害 那些長者再多收幾個會員 他都做不到 所以這些短缺的程度會影響我們的考慮 當然我們亦都會關注到社會的聲音 對於某一些服務的需求 特別是在我們現在的項目裡頭 最多是一些康復的服務 實際上我們不止一百三十幾個 我們缺乏幾百個 是多得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今次希望可以有一個優遲次序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先做到那一百三十幾個 將來在其他的發展裡 可能都會幫到現在我們在爭取的東西 所以我們爭取的處所的情況是相當之嚴重的 還有一個部分是甚麼 人手的身份 人手的身份 有一些就 譬如我舉個例子 有些是完全已經是新的項目 譬如剛才我們說 我們由六個的家中資源中心 去到變成十九個 它是新增的服務單位 所以就要新增的人手 不過那些人手 剛才說 其中一個人手的需要 譬如是社工 其他支援的人手 剛才我們看的問題是不大的 另外亦都有部份的單位 譬如我們到校的學前康復服務 實際上他們現在已經有人手 雖然我們會增加人手 就是那個服務要加強的 但是最主要就是他們現在是沒有地方的 很多可能是借用 是用借用 就是一些其他的資助服務的單位 甚至在外面租一些的單位 所以這些服務單位 當我們找到一個永久的地方給它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人手的影響 所以剛才說的一百三十幾項的項目裡頭 有些是需要在新服務的關係 需要有新的人手 不過我們剛才去看的人手的角度來說 我們覺得都可以應付到的 好 多謝大家來到我們的記者會 好 多謝大家 要請給他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要有其他人的 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要做的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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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